算完了,都是熱水加冷水的混合之後 我們來做一些有加其他物質 也就是比熱是重要的混合的題目 固體比熱0.4卡克杜西 質量50公克,溫度30度 跟30公克60度C的水接觸 假設沒有熱量散失 熱平衡的時候溫度多少 一樣,想法還是一樣 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溫度會相同,因為高溫會放熱,低溫會吸熱 熱量由高溫等到低溫 跟計算有關的想法叫做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 水是60度C,所以水是高溫 固體是30度C,所以它是低溫 所以呢,水會放熱,固體會吸熱 所以,我們的末溫是T度 所以呢,前面是水在放熱 30乘以1乘以60減T,高溫減低溫 末溫是T嘛,初溫60 那另外一邊就是50乘0.4 乘以T減30 因為初溫30,最後末溫是T度 然後它比較高溫,它吸熱 所以溫度增加 然後呢,理化就結束了 後面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算出來是48度 答案就算出來是48度 這就是 例題06 不是水跟水混合 是水跟某另外一個物質 有一個特別比熱的東西混合 但是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練習11也是一樣 有23度200克的水 有100度C質量100公克的鋁塊丟進去 那請問你最後的末溫跟剛才完全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 那我也告訴你,鋁的比熱是0.2了 那請問你,這樣的末溫是多少 這個計算方法,連要求的內容都跟剛才完全一樣 問,末溫 有比熱,有質量,有粗溫 問我們末溫是多少 請問,他應該是多少呢 他應該是多少呢 希望神 有人要解救你嗎? 請來 有人要解救你嗎? 你旁邊的坦誠總要解救你嗎? 40 40喔? 30喔? 30喔? 你說30嗎? 請坐 請坐 你說30 一樣 觀念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xΔT 我們的100度C C的鋁塊是高溫所以它會放熱 23度C的水是低溫所以它會吸熱 所以每一個都是左邊右邊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每一個都是MxΔT 所以末溫假設是T度C 所以 鋁的質量乘鋁的比熱乘以鋁的溫度變化 等於水的質量乘以水的比熱乘以水的溫度變化 然後呢 就認真努力算數學 答案算出來30度 所以末溫就是30度C 然後呢 現在轉一下 轉一下改成問比熱了 這樣講過嘛 想法完全一樣 只是位置數不一樣 告訴你有20公分100度C的鋁 放到80公分20度C的水 然後沒有熱量散失 問我們平衡後的水溫是28 那麼我們的鋁的比熱會是多少 鋁的比熱會是多少 好 那這題因為不能整除 所以請你用最減分數表示 因為結果不能整除 所以請你用最減分數表示 他應該是多少咧 他應該是多少咧 比如說三分之二啊 三分之二 或者是六分之五啊 或者是怎樣 他應該多少咧 應該有多少 應該有多少 還有女生嗎 還有王寧靜 你答案多少 你答案九分之四 你答案九分之四 請坐 答案九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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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卡克杜希 一樣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2msdelta G 100度C的鋁是溫度高 他放熱 20度C的水是溫度低 他吸熱 所以每個都是2msdelta D 然後我們假設 他的比熱是S啊 然後就帶柿子 左邊是鋁的放熱 質量20比熱S不知道 溫度變化 初溫100 末溫28 高溫減低溫 100減28 右邊是水 80公克比熱S一 溫度變化 20變80 高溫減低溫 對不起 28 20變成28 然後呢 高溫減低溫 28減20 數學 算一算 然後不能整除 九分之四 所以答案呢 九分之四 就是練習十二 這個就是 有另外一個物質 去跟水放在一起 然後互相混合 然後來求問題的 求末溫啊 求比熱 等等之類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 練習十一跟練習十二